基隆爱一路这家KTV门口贴上告示 写着战修一日 因为传出原警假工技师非法包庇 基隆地检署接获献报 少年队一名小队长涉嫌包庇辖区这间KTV 对于业者以观光名义 招揽越南籍女子陪酒视而不见 还擦肝骨赚一手 找来队员侦查佐协助为室 检方在周二晚上十点 指挥连政官及调查官 前往两名原警办公室住处搜索 另外前往事案的KTV麻将馆 将事案业者人员十多人全部带回 本局少年队两位原警 因设包庇赌场及生射场所的 重大违法案件 经本局于今年三月份 报请基隆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追办 今天上午两位原警 遭地方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检方在十二号晚上认定两名原警 涉犯贪污治罪条例重罪 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十三号上午再裁定四名业者 收押禁件 本局除了全力配合检察官 依法侦办外 并被涉案的两位原警 予以最严厉的惩处 依法为经以两大过免职 另追究相关人员考核监督部中责任 本局主动报请检方侦办 积极识警济秉持 不掩饰不顾短 不闭重的态度 展现维护警济的决心 原警执法犯法 这下工作恐怕不保之外 金融市警察局不仅对事案的原警 既过免职 也会追究主管相关责任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感谢观看